前湖 前湖 那么这个前湖如药的部位是根 它也是一个散心科的植物 和前面的柴湖 这个防风是同一类的 散心科的 这个 前湖呢 它的这个驱探子科的作用呢 和脊梗呢是相似的 或者和前面的白浅都是相似的 只不过白浅悬浮花呢是偏温的 它是偏寒的 那么实际上的这个寒性是不明显 那也是对于咳嗽痰多 或者咳喘痰多 也是不能寒热虚实 都可以选择使用 主要作为一个驱探药 也是没有消痰的作用 从悬浮花 这个脊梗 白浅 到这个前湖 这四味药 它都是驱探的 没有消痰 所以一般不用化痰这个术语 那么这个前湖比较特殊的 就是第二个功效 它又是一个解表药 在解表药当中呢 它属于伐散风热的药 当然它的伐散风热的作用 不强 比较弱的 如果这个功效比较强 肯定就把它放在了解表药 它相对于它的驱探作用 或者止咳作用比较刺 但是在用它的驱探止咳作用的时候 往往考虑到它的解表作用 所以如果说要考试 在这一组药当中 外感风热 咳嗽痰多 最逆选用的药物 那肯定就是考的这个前湖 把这它所有的功效综合起来 所以它的最佳的组织 外感风热 它本身是一个疏散风热的药 又能够驱探止咳嗽 所以外感风热 简有咳嗽痰多 要首选的药 或者比较适合选用的 最适合选用的 比如说在这个极梗 在这个悬浮花百浅 这一组药当中 那么首先我们要考虑前湖 前湖和财湖 那么在有的医生开处方的时候 就称为二湖 国用多少 那么这两个药呢 相似性是比较小的 它的来源 虽然都是散行科 但是它 这个相似性很小 那么微微的 有一个相同的 都有解表的作用 财富和前湖都有解表的作用 比如说在拜读散那一类 财富前湖同用 同用 就这么一点相似的 不同的是主要的 因为前湖更主要的是功效 是趋坦此刻 那么财富除了作为解表退热以外 那么这个输干解鱼 和生养局限 是很重要的功效 那么它偏于深福的 也是坚有成将的 坚有成将 在深福当中坚有成将 因为它趋坦和解表 也是深福的 那么财富神福之性更强 所以这两个药 没有什么更多的可比性 所以一般不需要比较 就是名称有相混的地方 今天的节奏 谢谢大家